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,浩瀚多彩,涌现过很多成功的政治家,商人,然而只有一个人的人生最完美,最成功,他先从政后从商,而且轻松驾驭,自己家财万贯,拯救百姓于水火,报得美人归,还能实现国富民强,一统江山,前半生从政,他辅佐一个濒临灭亡的国家,成为春秋五霸之一,在政治生涯走到顶峰时,又事实隐退,后半生从商,他十九年中三度富甲天下, 财富过千金,在国家危难,百姓流离时,又散尽家财,救济苍生,后被世人奉为文财神,这个人就是中国最早的商业学家,经济学家,同时也是政治家,军事家,思想家,被誉为一代商胜,范黎,这里是单看世界,带你领略全球风云,探寻历史智慧,范黎才是真正懂中国懂中国人性的政治家家企业家,甚至可以说说是真正通晓了天机的人, 然而天机不可泄露,所以历史对这样一个围观极致倾向,经商速达千金的旷世奇才,描绘的笔墨却并不多,生而为人,当如何奋发图强,范黎生于公元前五百三十六年,又是家境贫寒,但范黎从小就酷爱读书,十几岁就学富武车,更难得的还不是其渊博的学士, 而是他独到的思维见解,可迅速洞察事物本质,宠辱不惊,泰然处世的能力,注意,范黎的最厉害的是迅速洞察事物本质的能力,教父里有句话,花半秒钟就看透事物本质的人,和花一辈子都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,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, 范黎青年时,在周围人看来却是思想疯癫的人,因为范黎常和大众的观点不同,有时语出惊人,使人目瞪口呆,因此,和他接触的人都说他是疯子,其实他有时是不屑与某人交谈,更多的时候则是其准确地抓住了问题的本质, 思考得更深刻与透彻,别人没法理解而已,无论从商还是从政,这种迅速洞悉事物本质并准确果断地做出决策的能力都非常重要, 也是一个成功领导者所必备的素质之一,范黎在二十岁时遇到文种,两个人一见如故,相约要建立工业,做一番大事,范黎与文种都是楚国人, 但是,当时楚国已经是列国中的霸主,国军傲慢自大,黄金贵族结党专权,政治混乱,于是范黎和文种投奔越国为官,出到越国,范黎和文种并未受到越王的重用,不久,势力相对弱小的越国被吴国打败, 岳王勾建兵败快击山,国乱显忠臣,很多越国大臣在越国战败后另投他处或叛离投武,而范黎与文种对岳王不离不弃,因此得到勾建的重用,范黎更自愿随勾建赴吴国为奴,吴王夫差知道范黎是个大才,几次劝范黎离离开勾建,讽刺显决,范黎不为所动。 维奴的三年时间里,范黎同勾建夫妻一起耕作劳动,粗食,卧薪,并且不忘和勾建的君臣之别,时刻敬主,护主,三年如一,不离不弃,让吴王极赞许又羡慕。 一次吴王在范黎经过的路上扔了一块黄金,范黎经过时丝毫没有犹豫就跨过黄金,静止离去,从此吴王才打消了劝范黎祥吴的念头。 其实范黎忠诚的不仅是勾建,更是在履行对自己人格的承诺,在现代社会中像范黎那样笃信诺言,处顺境不交,与逆境不移的为人品格已经弥足珍贵,甚至按照现在的一些价值观来看,范黎的表现只是一种愚忠。 其实不然,范黎的这种品德不仅换来了伙伴的信任,也换来了对手的崇敬,具有这样人格魅力的人,再有聪颖的智慧,怎么可能不成大事呢? 我们今天的企业中,不乏因为个人德性的缺失而制约了企业发展的领导者,小胜靠智,大胜靠德,在今天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中,能深刻感悟此中道理,并亲身力行者,想来不会有很多,而那样去做了的人,虽然暂时可能会被社会的主流思想所朝向, 甚至吃一些小亏。 但是,最终大成的,还是这些以德为本的人。 儒家的思想推崇人,义、礼、智、信、方正的治国大道,是春秋战国及以后各个历史时期处世,治国的主流思想,甚至一直沿袭至今。 道家思想则追求道法自然,虚境无为,受这种观念的影响,道家思想者中很少有人从政,因此,在当时,基本没有以道家思想领导与管理国家的领袖阶层。 而范里有一个开放睿智的头脑与宽广的胸怀,其间俱如,道两家之长,更广那百家之私,又不佑于其中,跳出百家,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。 这样的思想特点构成了独特的,既有儒家的理性才德与直勇。 又有道家,应天时,融入自然,顺应环境,借助环境,致认致柔的特性,同时,以开放的心态,吸收借鉴法家,墨家,阴阳家等诸子的治国统军之法,使范里之私,之行,兼时如磐石,任时似皮革,而柔石又似湍流入膝,无影无形,在从政时,范里就体现出一种如道相继的思想与人格特性。 也唯有这样的特性,才能带领急衰的越国走出困境,在当今社会,作为一个处于市场环境复杂,企业生存艰难时期的企业管理者,正应该具备如道相继的思维,才能带领企业于逆境中不错。 顺境中不交,客观机敏地应对宠辱,并发现其背后的机会,在吴国为奴时,范里与勾剑悲惜求全,吴王夫差要出门时,勾剑趴在地上,让夫差踩着自己的背上马,夫差生病时,勾剑舔是他的粪便,为其诊病,终于感动了吴王,三年后放勾剑君臣归国。 这些委屈求全的计谋,都是范里为勾剑所出,春秋时期步伐儒家推崇的,具有是精神的政客,但能够适应环境,委屈求全,想出范里这样办法的人几乎没有。 由于范里的奇谋,勾剑也成为了历史中唯一一位能够忍受巨大屈辱与折磨,在逆境中坚韧生存,怀大志,卧心肠胆,最终灭敌复国的君王。 勾剑被吴王释放回国后,此时的越国处于百废待兴,国内饥荒不断,瘟疫肆虐,民不聊生,外部吴国实时监控打压越国,四周又有其他诸侯虎士,这样的环境下。 生存都成问题,如何迅速走出困境,强大起来,血耻复国呢? 此时范里才真正展现出其卓越的领导与管理才能。范里与文种规划了十年生剧,十年教训,灭无九术等新国灭无的策略规划。 越国作为战败国是不允许有国防的,包括不能建城墙,不能组建军队,不能打造武器等。 范里想出一些妥协的办法,建造只有三面的城墙,面对吴国的一侧,不建设城墙,并告知吴国,建设城墙是为了防止匪扣与其他诸侯国的侵扰。 但面对吴国一侧,永不建城墙,不让组建军队就秘密组建民兵。 私密进行训练,各户家中藏有武器,遇到战事时,这些百姓随时可以参战,不让打造武器,就把炼造场所搬到深山中,与外界隔绝,以密道往来运输,勾建回国后,转年就要攻打吴国血耻,被范里拦住。 范里认为,现在天使、地利、人士、条件都不成熟,三年后,勾建再次提出法武,范里再次阻止。 范里认为,现在地利条件有了,周围虎市的国家都已经和越国建立了邦交,水患也已经清楚,但是此时天使与人士还没到机会,七年后,勾建再次提出法武,依然被范里拦下。 范里认为,经过七年的休养生息,越国兵强马壮,士气高涨,反观吴国,连年征战,虽然依然强大,但是已显疲态,士兵疲乏,百姓厌战,此时人士已经具备条件,但是现在还缺少天使,十年后,吴国与晋国争霸,发重兵与晋国会盟,吴国空虚,此时范里找到勾建,告诉勾建,天使、地利、人士都已齐备,可以出兵了。 出兵后,越军一举攻破吴国国都孤苏,吴王回兵后,向越国讲和,勾建想一股作气踏平吴国,但范里清醒地看出,此时虽然占领了吴国的都城,但是吴国的精兵梁将都被夫差带在身边。 因此,并没有伤到元气,应拼的话即使获胜,也将是两败俱伤,而经历此次打击,已触发了吴国国力,开始圣极而衰的转折,不应急于一时,而是应该顺天使,等待彻底摧毁吴国的机会,如同孙子在《孙子兵法》行篇中所讲,惜之善战者。 先为不可胜,以待敌之可胜,不可胜在矣,可胜在敌,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,不能使敌之必可胜,故曰,胜可之而不可为,范里就是在等待这个敌人可以被彻底战胜的机会。 于是,双方讲和,越国退兵,待到十年后,吴国外患不断,国内又遭遇罕见天灾,越国乘机发清国之兵,彻底覆灭了吴国,从范里为人,楚氏,治国,伐兵,都可以看出, 其身安道法,又不拘泥其中,思维开放,灵活,有刚有柔,是典型的如,倒向既行的政治家,军事家,思想家,小厉害,知进退吴王夫差在彻底失败后。 勾剑不忍心杀他,要给他一块封地,让夫差做属臣,夫差则无法接受失败与屈辱,修奋自尽,这又验证了那句话,活着才是赢家,当台风过后,小草有资格嘲笑倒在身边的参天大树, 勾剑与范黎的胜利也可以理解为是道家思想的胜利,吴国被彻底灭亡后,勾剑举行庆功宴会,分封功臣,范黎官至上将军,仅于勾剑一人之下,百官至上, 此时范黎在巨大的成绩面前没有被冲昏头脑,而是冷静地分析了局势,现在能对越国构成威胁的吴国已经灭亡。 其他诸侯国不是离得比较远,就是周围的小国实力很弱,根本对越国构不成威胁,也就是说天下已经太平, 这个时候本来功高盖主就是很危险的,容易让君王感觉受到威胁,加之多年的相处, 范黎发现了勾剑是一个可共患难,不可同富贵的人,自己官居极品,树打必然招风,范黎清醒地认清飞鸟剑,梁公藏,脚兔死,走狗烹的道理, 在政治生涯达到顶峰的时候,急流勇退向勾剑辞官,勾剑以平分国家为条件来挽留范黎,但是他却急流勇退,毅然离开越国。 带着恋人稀释范州江湖,范黎在离开越国的时候,曾留给文种一封信,心中陈述敌国破,谋尘亡的道理,劝文种也马上离开, 可惜文种在高官厚禄面前没有做出明智的选择,范黎走后不久,功劳仅次于范黎的文种,被勾剑无故杀死,文种是一个典型的儒派, 认为石军禄,报君恩,建工业,想封赏,是理所当然的事,没有从更多的角度思考问题, 也没有看透事物发展的规律,最终招致杀身大祸,而范黎凭借冷静的头脑,敏锐的眼光, 从事物发展的规律,人性的特点等多角度,洞察了一切,逃脱了虎口, 如果吕不韦和李思如范黎一样,可以看清厉害,不被利益冲昏头脑,也许不会落得伸手异处, 我们今天的企业领导者不缺乏逆境中奋起的精神,但是往往冲过艰难险阻,却倒在了胜利与荣誉面前, 尤其一个企业发展到了一个相对的规模后,领导者头脑是否冷静, 目光是否敏锐,就变得十分重要,更重要的是在荣耀与利益面前, 是否能说服自己,小厉害,致进退,有所为之后冷静的分析,应该合所不为, 不为往往是成就企业基业长青的重要因素,范黎携妻儿与弟子, 门客悄悄来到齐国,化名吃乙子皮,范黎自此隐姓埋名,开始他另一段同样辉煌的人生旅程, 在齐国范黎购买了一些靠海边的土地,开肯种田,兼营渔业捕捞,开盐田等, 范黎与妻儿一起下地耕作,同穿布衣,进粗食,范黎一反商家金科细算,盘剥敛财的做法。 对待故宫十分慷慨,亲和,遇到灾年减产,就减免地租,同时,开州厂振际灾民, 在年初,和一些农民,商人签订商品收购合约,到年底,如果商品价格上涨,范黎按照市场限价收购, 如果价格下跌,就严格履行合约价格,由此,各国商人都愿意和范黎做生意, 工匠与农民也愿意为范黎做工,虽然表面看来这样做吃些亏,但是却拥有了大量优质稳定的合作伙伴, 实总成本降低很多,一次范黎资金周转不灵,向一个富户借了十万钱, 一年后,这个富户带着各家的借据出门讨债,不慎包裹掉到江中, 几十万钱的借据和路费都没了,恰好走到范黎家,于是投奔范黎, 在没有借据的情况下,范黎不仅连本带息还了钱,还额外赠送一笔路费, 给这名富户,由此,范黎的人信之名广播天下,之后范黎为了扩大生意, 三次短缺资金,各富户均主动送钱上门,帮助范黎度过了危机, 抓住了机会,短短几年时间,范黎就成为齐国首富,家资巨万, 据说在齐国闹灾时,灾民听闻其乐善好施,千里之外都来投奔,领取施舍, 被后人送称为负刑其得者,消息传到齐国国君的耳中,齐王请范黎进攻, 拜齐为相国,为相期间,范黎大力发展经济, 促进齐国与其他诸侯国之间的贸易往来, 冲底灾年,对齐国物资短缺的困扰, 也奠定了齐国经济与文化繁荣的基础, 三年之后,齐国国富民强,百姓奉范黎为神明, 朝野中也是宋德胜一片,就在此时,范黎再次辞官, 居官至倾向,至家达千金,这对于一介不一来讲, 已经到了极致,久受尊名,恐怕不详, 于是,范黎挂印封金,尽散家财, 分赠给好友与贫苦的百姓。 随后带着齐儿飘然离开齐国, 可以说范黎是功成身退的典范, 他清楚凡事物极必反, 好事到了极致,将向相反的方向发展, 与其等待式的反转,不如事实主动深, 这个道理说来简单, 但是在巨大的名利面前,有几个人能做到呢? 因为一旦获得成功,人的自信心也会增加, 很少能做到主动后退。 我们现在的企业家,也很少有急流勇退者, 似乎商道就是一条不许回头的路, 而企业的发展, 有时需要的恰恰是回头与反思, 退是为了更好的进, 反思是为了更加明智, 就如范黎的急流勇退, 这不是道家的消极思想, 而是行止于知的睿智, 凡事盛极必衰, 在顶峰的时候,主动退下来, 是为了有机会攀登其他的山峰, 而不是重重地摔下来, 粉身碎骨,万劫不复, 范黎举家牵制齐国西北的陶帝, 再次改姓更名, 诸公又以一介不一之身, 空空双手之本, 再次开创家业。 范黎认为, 陶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, 东林奇, 鲁, 南通楚, 岳, 西达秦, 正, 北连进, 燕, 是天下的中心, 非常适合经商, 果然, 不久, 此地就在范黎的推动下, 成为春秋末期东周的经济枢纽, 贸易之都, 慈禧五十岁的时候, 中法战争打响了, 他为求安稳, 搞出个不败而败, 签了那丧权辱国的中法条约, 把交纸, 如今的越南那地儿, 直接就给了法国, 慈禧在六十岁的时候, 为了给自己庆生, 居然挪用海军的军费, 结果中日甲午战争惨败, 北洋海军彻底完蛋, 最后签了马关条约, 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, 他七十岁的时候, 日俄战争打响了, 东三省又让沙俄给占了, 怪不得有人讲, 慈禧只要过整岁的生日, 国家就必定有大的乱子, 这就算是他运气不好, 可这种情况, 难道不是他自己弄出来的吗?